中聯辦向全國政協及港區、全國人大 簡介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說 會上未有透露具體條文的內容 中聯辦下午舉辦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介會 全國政協常委林淑儀、何主郭 政協委員黃東勝、邝保羅、梁君彥等陸續到達 消息說簡介會大概是40分鐘 本來由副主任譚鐵牛主持 但他要出席特別會議 他由協調部部長諸民主港 他提到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是一國兩制的守護法 可以令國家安全、香港安定、市民安心 呼籲各人大政協發揮力量 在條文公布後 用自己的語言向各界解說 又說條例未實施 就已經有人退休、退群和逃離香港 政協常委唐英年引述 所有港區人大和政協都支持 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就算是經濟好、社會好、民生好 在經濟發展上 有這個國安法 是能夠整個特區 未來行穩致遠 未來大家可以在一個穩定的社會 守法的社會 有秩序的社會之下 大家是更加共同去 為特區的發展 為我們香港社會、群眾謀福祉 他們說會上主要說 立法清晨 沒有提到法例的條文 我是尼斯基仔 這是第一則《善良報道》 是 有